上次我們有最後有用到這個LED點體證 老師呢您進到簡報第16頁 我們這次呢接的腳位跟上次不一樣 但是一樣可以用 因為這次這個腳位呢 我把它放在這裡 在簡報第16頁 因為這次的腳位05已經被剛剛LED接走了嘛 對不對沒關係我們就用14、12、13也可以 14、12、13也可以 那您看一下我們的那個LED點體證 這裡 幾家 在這邊 您要接的時候還是提起您要接在哪一邊 有這個黑色晶片這一邊 不是上面這邊的尖角 是要接在這裡 那因為我們今天有用到麵包板 所以說我們就不要像上次直接用公母的 您可以像這樣把它加進來這邊 有沒有像這樣插進來就好了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插到麵包板上了 這樣子 然後呢搭配我們的 搭配我們的公公的杜邦線 是不是可以接在前面這一段 對不對 因為插在這邊就等於我們這一排都是嘛 這樣了解 好所以您可以拿五條公公的線出來 來 五條公公的線 您就一個一個慢慢把它插上去 現在呢老師您大概是這樣把杜邦線都放進去 我們開發板這個麵包板上 我現在已經接成這樣 有沒有就插上去了 那麼這裡面呢 只有一條接法不一樣 也就是說我們其他的這些電源啊 還有訊號線這四根都OK 但是我們現在GND 因為剛剛GND是LG燈用走了 那怎麼辦 開發板只有一個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GND 你看這邊的這個GND 這一個呢這條線 有沒有就直接拉過來這邊跟它共用就好了 這樣了解了 也就是說不用接到板子了 我們剛剛講麵包板是不是就是一個延長線的概念 這裡有接了一根 所以這四根就可以共同的使用 共同使用 所以您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把 你看我第一條是VCC 我的是紫色的 所以我就先接到開發板的紫色 但是還是強調一下老師要記得把電源關掉喔 好我就接過來這邊的VCC 這邊接進去 好這裡VCC接上了 第二根 第二根 我的是藍 那個 棕色的 這個就是GND GND我就拿來跟我們的 LED燈這邊 跟它怎麼樣 共用 插進去 有沒有跟LED燈共用 剩下的這三根就一樣齁 就接到哪裡 接到我們這邊 有沒有 14 12 13 剩下這三根我就接到 我的是藍色 老師不用擠一根一根看清楚顏色 好 原則上我們都會盡量用不同顏色 這樣您再接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所以我再來就接14 這一個接到開發板上的14 再來 確認好紅色的 12 最後一條 我的是黑色的接到13 那還是一個原則 您盡量就是把那個亮面 把它對到外面來 這樣以後 如果您真的要用山用電錶的時候 要量會比較方便 好 這樣我就接好了 像這樣子 好 所以呢 您再檢查一下 確認一下 那如果老師您覺得 有一個可以 就是擦這種原件的時候 有一個可以使用的技巧 就是 如果你覺得這樣 感覺起來比較卡卡的 因為有的東西在這裡 你整個就先撩起來 先擦五根先接好 可以嗎 這樣你是不是比較好擦 那等到線插好了 我再把這個 是不是再對回去 這樣就好了 這樣可以透視布嗎 呵呵 也可以啊 反正你是自由的 好 你是自由的 那您把它接上電源 把它接上電源 這邊 如果您接上電源 您會發現 應該有的 LED點擊震 會怎麼樣 全部都一起亮 就是說我接的 有的可能64顆就會馬上一起亮起來 有沒有 一起亮起來 這樣也是正常的 因為你接的腳位不同 接的腳位不同 那我們上次接 是不是全部都熄滅 但是沒關係 這樣是OK的 好這樣是OK的 可以嗎 所以您先試看看喔 看是不是會亮起來 還是全部暗 正常來講 應該這幾個腳位 您接上去 它是有通電的 應該是全部亮